小组赛最后一轮,西野朗轮换了6名首发,结果在球队落后,且虽然可能突然死亡的情况下,他的球队选择了后场倒角等待命运的安排。 16强赛,在二球领先被追平比分后的捕食阶段里,日本队没有选择拖延时间,结果被比利时打入了反击绝杀,日本队在本届前二场比赛中拿到4分,最后一场对阵波兰只要拿到平局就可以出现,输球也有机会出现。 众所周知,日本的身体对抗时软肋,而西野朗并不满足于小组出现,他的目标是杀入八强,为了能更好的在1%决赛里拼一下,西野朗竟然选择了赌,对阵是死要拿到首胜的波兰。 西野朗在这场比赛中轮换了6人,只有川岛勇四,九锦红树,吉田马野,长右右兜,柴奇越继续首发,前场攻击4人组全换。 即便是这样,日本队全场也不处于下风,但还是在第59分中,被对手打入唯一进球,最后阶段,另外一块场地上,哥伦比亚进球,日本合积分,竞胜球,进球术,相互交锋均持平,但日本比赛内加尔少得两张黄牌,而暂居小组第二。 在这样的情况下,日本队选择了赌,他们在最后10分钟,选择了后场不断倒脚,虽然赛内加尔一旦进球,日本就会突然死亡,但他们依然选择了这样做,而且还成功了。 这次对阵比利时,日本在二球领先的情况下,被比利时连续打入二球斑平。 不时阶段,日本队没有拖延时间,而是继续寻找进攻机会,日本队知道,拼一下绝杀了最好,如果加实赛的话,体力以及对抗都不行,输得概率很大。 这一幕让我们想起了灌篮高手里的心道,还难对阵灵篮的最后一攻,因为灵篮在体力不支,并且失去余住的情况下。